政府啊 這個東中間 本來12月底就有疫苗 本來31塊的疫苗 變成45塊的疫苗 這個東間怎麼回事 全民也非常想要知道 本來東南35塊錢 每一劑的疫苗含冷鏈 變成後來經過我衛 我雅各城 45塊錢一劑不含冷鏈 這中間相差的 14劑再加冷鏈的運送價格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全民也有必要知道 這個立法院一個招偉 在講的這個採購的金額 我想應該不是為福部公佈的 因為合約目前都還是機密嘛 所以不知道他那個 數字是從哪裡來的 他今天講的數字呢 當然他要指控的是民進黨 不知道誰 把這個價差收進了口袋 誰突立 陳鈺甄今天講說 疫苗的價格 從每一劑31塊美金 現在已經漲到了45塊錢 中間價差14塊美金 他說呢 台灣採購了1000萬計 他也沒講哪個牌子 他這樣算起來 1萬4千美金的價差 大概是新台幣50億元 他質疑說 如果你不成立這個調閱小組 這些錢到哪裡去 價差誰拿走了 不知道 所以請教世間議員 你之前也在立法院待過嘛 這樣的訊息 或者是這樣的小組 你覺得有必要嗎 我覺得陳鈺甄 那四個字胡說八道啦 其實我認為我們民進黨團 應該強硬起來 這兩個方式處理 第一個 因為他一而再再而三 胡說八道 而且他是污蔑了 其他的立委不打檢 他還公然在立法院裡面這樣鬧 所以我認為一方面 把他移送紀律委員會 第二方面 我覺得整體黨團的委員 可以直接提告 到法院去按鈴申告 這已經構成可以了 已經構成了 你把數字講得那麼明確 說這個是貪污 只是不曉得歸到誰身上 那你這等於是污蔑 所有民進黨團立法院的成員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可以把它法辦 那不過從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台灣面臨的問題是多麼險峻啊 有陳鈺甄 有國民黨籍的那些委員 真的我們台灣不需要敵人啊 我覺得他們很明顯就是跟中共 理應外合 中共跟我們來武的 來應的 然後他們在裡面 假借我們民主制度 我們意識的方便 那立法院現在的這些職權 我們台灣十足民主化 這都是過去我們全體台灣人 數十年來打拼 從高壓威權 會被殺會被打被關 一路爭取來 好不容易這樣子 我們有這麼好的民主制度 他身為國會議員 應該好好把握 做對我們台灣現階段 最有利的事 那疫苗的事情說實在話 坦白講這個非常清楚 國際上哪些價格 他故意這樣污賴 然後污賴我們買的價格高 那立法院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他要行使調閱權的時候 行政院長 衛福部長都跟他說 這些絕對以後不會是任何機密 當這些採購底定疫苗來了 大家全民施打以後 這個帳都在嘛 這都可以公開的 這沒什麼可以閃避的 現在暫時不能公開的原因很清楚 因為我們簽了保密協定 那秀卿你知道 現在疫苗在國際市場上 這是賣方的市場 那賣方這麼要求 我們買方我們也簽了之下 這大家必須共同去遵守的 那陳玉珍呢 我覺得這完全來亂的啦 為什麼 第一點他覺得他來自金門 他這種亂法 金門幾萬位選民而已嘛 你真的覺得跟中國有關係 他認為說這些深藍選民之下 他隨便在立法院怎麼亂 他越亂知名度越高 他到時候越好當選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開始深思 這不是說我在差別歧視他們 我認為他們這樣子的立委 如果繼續這樣胡亂 你想想我們國內的立委 我們每一線是選出來的立委 那他的代表性是多高 我們是三十幾萬位民眾 才得以選出一位立委 那就憑他一點點的基礎 他在那邊胡說八道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我們 應該列入考慮思考的修憲的方向 謝謝你